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 在虚拟机中设置我们的Drupal网站 今天可能包括一些很杂的项 不是特别专一 就是如何管理Drupal 8和Drupal 9的网站 我们用的是VMware Virtual Machine 最大的一个虚拟机的公司生产的软件 它有那个free的版本 是免费的版本 大家可以用 我们今天第一件事要做是 安装我们的drush 就是在Drupal里面有个drush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非常好用 我们这里有 它的网站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Drupal 8.8和Drupal 9 所以的话就要需要用drush 10 我就run了这个命令 就是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drush 然后它出了一个错误 它说 fail掉 然后 它说不能删除这个文件 所以我要去到这个里面看看 cd web sites default 我看为什么不能删除 它应该可以删除 为什么不能删除 read write 对啊都可以的 所有的命令都对的 知道了 大家看这里的这个目录的属性 它的属性是 是directory 目录 然后它是read 和read 就是指读和指运行 它不能可写 所以这个default 这个目录是这个问题 user是对的 wan 就是我的user name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改成write 对吧 我们就 sudo change mode 应该是755吧 还是755 应该是755 default 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 好 现在就对了 改成了rwx 就是只读 可读 可写 可执行 我们现在再来run 我们的这个drush 我们之前rundrush composer requiredrush slashdrush 就是安装drush 这个工具 好 它这里提示了 它会安装10点3点版本 就这个版本 好 我们 它已经安装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drush-v 还是没有找到 为什么呢 它已经找到 我们要export一下 export一下 去找一下 去搜查这个命令 就是把它的目录 把它导入到 我们的系统的执行目录里面去 我们做了一下 google的搜索 google搜索了 它就直接就有这个了 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来 做这个事情 好 我们用g-edit这个命令 然后打开这个编辑器 叫g-edit 就是内建的这个东西 同样的我们就可以修改这个export 我们就export pass 就copy这个 然后我们就翻到最后吧 我们可以翻到最后吧 实际上是这个home pass 我们要再copy这一串啊 然后country shift c 就快捷键 给这个 然后我们就 替换这个串 看着shift v 好像是 看着 v 好像是 对了 好 export 我们这个export 这个export 这样的话 嗯 现在不是太好啊 但是 就暂时这样吧 嗯 然后我们就 重新source一下啊 回到我们的命令行 我们就要source这个命令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一个破折号 就是一个tuda tuda就是回到你的 相当于你的home directory 好 我们再来drush一下 我们把回到上一季 drush 出错了 又出错了 老师 老师错了 我们把它安装成global的吧 按理是应该可以的 我的druple版本是 我看一下 8.8对吧 8.8 然后 对我的druple版本是8.8 它就 只有转写识是可以用的 转写识是可以用的 为什么出这个问题呢 好 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它还是出错误 挺奇怪的啊 但是如果我进到它的 我进到它的那个目录下面 run的话 它就又对了 drush vendor drush drush 我们看一下 就是应形目前drush这个功能 那它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是还是它的这个问题 我们重新安装一下drush 我们把它安装成global好吧 就是全局变量 把它安装成全局变量 刚才找到一个问题啊 它它它这里说明的是 安装以后应该是在这个目录下面 大家看 vendor bin drush 而不是vendor drush drush 所以我在那个那个里面有有问题 就这个文件里面 我不应该 不应该整成这个drush 应该是vendor bin 是这种这个结构 vendor bin 而不是drush drush 我看一下啊 ll bin 对啊 bin d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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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样就 bin里面就行了 vendor bin vendor bin 好 我们在最后再sauce一下 把它导入 就是用sauce这个命令导入一下 就是sauce 然后把这个bash这个文件 它的配置文件再导入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一次drush drush status 看看 还是有问题 它找到了drush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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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composer install drush global 是不是 我们再看看我们应该是在home玩 文.composer.vendor.bin 里面应该有bin 应该有drush这个 对有 好 它有drush这个东西了 那么现在就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文件里面 它已经有这个函数了 已经有这个了 所以我这个就不需要了 把它删掉 好 保存 它这个一点开头的文件名 就是点bashrc这个文件 它是叫做隐藏文件 你如果用这个 试穿这个方式打开的话 文件管理器 你看不见的 除非你把它调上 你要设置一下 把显示这个bash这个东西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命令函 我们再drush-v看看行不行 还是有问题 我再看看啊 我们搜索一下到底啥问题 那就是安装它的dev 就是开发过程中的版本 看看会不会好一些 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在使用这个命令函过程中 是有一些特殊的错误啊等等出现 所以不好说是什么问题 很难很难确定 像现在我们搜一下它说 好 它现在安装了这个了 我们再试试吧 sauce-bash-rc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再来drush-v 试试一次 还是有问题 怎么回事呢 还是有问题致 感谢观看 我先放弃这个安装抓取 我们先来升级我们的Drupal 我们先转这个命令 它叫composer composer show Drupal call recommended 就是推荐的版本号 它这里就显示了 composer Drupal call 8.2 require Drupal 8.2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安装了 我们就run composer outdated Drupal star 对吧 我们现在的版本是8.8.2 我们要升级到8.9.1 另外就是Drupal 9 我们要升级到从dev 就是开发版本到最终的版本 我们要升级这两个东西 好 它显示出一串 就是Drupal核心call 9.0.1 然后是call composer 这个需要 安装call project message 就需要了 然后是call recommended 这就显示 我们就接着来这里 我们就 我们还是打吧 它虽然命令函在这里可以拷贝 但是我们就还是打入 打入的话 给大家一个好的记忆 Drupal 好记忆不如烂笔头 call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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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dash dash with dep end enc ies 就是 它的所有的相关模块 也一起安装 这样的话就简单一些 我们就回车了 它需要大概可能五六分钟的时间 好 在安装的过程中 我们就来浏览一下 它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好 太好了 安装完了 很快 挺好 比我想的要快很多 比如说4.3 loading from cache skip install josh ok 给josh name com recommended 这个已经 files 他说 他尝试安装josh 但是因为josh 有conflict 所以他就 不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 另外一件事情 要把它删掉 把那个删掉 rm-rf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home vendor 好像是vendor 我们把这个删掉啊 把这个删掉啊 然后我们再把vendor vendor josh这个名字删掉 好 我们现在最后一步就是 compose 我们需要runjosh 不知道怎么转 再试一下啊 josh 没有 好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就回到 我们就不用命令函了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 网站上啊 第八点test 这个网站上 我们在这里 右键安装呢 右键安装呢 Jupload 再试一次吧 啊 错了 就有个空格啊 对不起啊 sorry 好 现在再来试一次 我们来看看它的 安装过程吧 你说挺有意思的啊 它首先安装了 那些dependency 因为它是基于 symphony的 symphony2的 所以它就安装 symphony的 模块 然后它也安装了 peer的模块 升级模块 peer是 php的扩展模块啊 然后 liminus也安装了 也是一个额外的模块啊 好 updating updating 好 这些都updating了 嗯 我们再试试 转是能不能用的 估计 帮助 ayı 速度 保持 好了 哦 ro 他安装了DRASH 他在logo安装了DRASH 我们就DRASH 试试吧 这是升级数据库 好 升级数据库了 现在显然是我们DRASH 10.3这个版本 和我们之前的Drupal 8.8.2不匹配 它有不匹配的问题 所以它就出现那个错误 现在我们重新升级Drupal的核心的时候 它自动地把DRASH给安装到我们本地的目录下面了 就是安装在哪呢 就安装在 之前不是我们尝试地把这个目录放到我们的里面去了吗 它重新安装在了我们的本地Drupal 1 本地而不是全局性的global的 是本地的local的 然后它就可以用了 现在它显示有两个东西需要update 我们就yes 对吧 yes 这个updateDB这个命令就是out of memory out of memory 我们先来再来一下吧 configuration 然后我们去我们先click一下cache on performance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条去掉 然后把这个先先保存吧 save 然后再click 开始 好 click 开始以后我们再来试一次啊 应该就可以了 再试一次 好 我们yes 哦 它update了一下 之前update了一下就是system这一项update了 还有像views这是模块views模块的 我们再试试 应该就可以了 perfect 现在我们再试一下就没有了 应该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 no pending updates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来这里 我们刷新我们这个网站 应该它就不会显示这个security update 安全更新了 哦 perfect 9.0.1 全部都做成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performance clear cache 这样它这一个错误信息也就会消失了 好 我们完成了 我们drash完成了 就总结一下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当你发现一些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 比如说我们安装drash以后 它就出现这种严重的php的错误error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 搜索一下 晚上找不到直接答案的大部分 可能是因为版本匹配的问题 我们这个是我们之前是drupal 8.8.2 然后这个是10.3的drash 所依赖的一些模块 但在之前我们把旧的删除了 就是我们之前有旧的那个目录 就是slash josh 那几个目录和命令全部删了 对吧 现在我们就留下这个 好 我们现在要到我们另外一个网站 就是drupal 9 我们要到drupal 9里面 升级我们的drupal 9 我们之前是dev 对吧 我们一样的命令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update drupal code里面 我们一样的使用这个 就是drupal 9里面 叫做drupal 9里面 叫做drupal 9里面 然后它就会列出我们drupal 9里面 这一串应该就好了嘛 drupal coder这个需要安装9.1dev 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然后它就告诉你这些需要更新红字 大家显示红字就是security update 就是安全更新 所以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些安全更新 好 我们rcompose update 我们在run之前有一个composer 需要drupal call recommended 好这是它recommended 我们需要更新的这一串 composer需要更新 drupal call需要更新 requires 好现在我们就来升级我们这个drupal 9啊 一样的composer打进去 update drupal slash call recommended 空格双线 是复苏啊 dependencies 回车 它要求我们用root这个超级用户来安装 但是它还没关系 也可以安装我们这个普通用户 因为普通用户也是sudo的 也是administrator 所以应该可以 好 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这里 performance 这是Juple 8 我们到Juple 9 这是Digio 这里是Digio 我们一样呢 到我们的configuration里面去 它又说problem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要求是需要安装这个模块叫phpwebdriver这个东西 我们一样的来编辑这个文件 php的配置文件 同样的新款来编辑配置文件 我们来搜索一下 它叫 我们去google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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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b 去google一样的呢 我们去google一下 3 6 4 我们需要安装7.3 我们的版本是PHP PHP我们是7.3的吧 7.4.3 所以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sudo apt get install php 7.4 dash c url 这是7.3的 7.3 c url 我们是7.4 所以就7.4 我们就试一下吧 试一下 应该可以 嗯 那它就安装了 它有一些老的版本要删掉 新的版本留下来 对7.4 7.4 这些都非常具体到Linux系统里面的一些模块啊 PHP的附加模块等等一大堆的东西 我们都是7.4.7 我们应该7.4.3就行 7.4.7 那边的版本就要是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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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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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7.4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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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他要求我修改PHP PHP文件 PHP.in 这个文件 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吧 有些配置是需要 有些配置不需要 好 OK 我们就keep the local version 他自动把我升级了 我之前是PHP 7.4.3的吧 我记得是PHP 7.4.3 我们就回过去看一下 对 7.4.3对吧 然后他自动给我升级了 升级到7.4.4 不管了 好 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之前的什么呢 回到我们的update 还是一样的 这个安装 我们接着再运行一下 这个compose update 直播 call recommended 这个命令 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股市吧 在他安装过程中 今天的道指跌 现在是10点半钟 跌了 1.4% 300多点 那指跌了 跌了 大部分都普跌吧 这是我买入的两只股 台积电 我买了台积电 转了 然后这个 我买了吉利德 他也是微涨 买了这两只股票 好 现在我们回到 could not delete 为什么又是一个问题呢 还是同样的 write permission 真是stupid 傻的 我们同样看一下 sides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的 它是read 执行和 只读和执行 不能写 所以我要 change 755 default onsight default 然后再run一次 真是的 经常会有这种命令 行的问题 因为 主播安装 它的默认就是把这个目录下面的 default 是作为这个目录 是作为止读的 止读和执行 不能写 所以 我们要修改一下 它的属性 就是用change mode 这个命令 行 755 那就是 对用户 就是用户 玩这个用户 它是可读 可写 可执行 而其他的group和others 三番就只是 只读和可执行 而不能写 好 我们现在就完成了 我们就来试试 drush drush update db 一样的 database 这 出错了 这里有问题了 它的drush版本就不对了 所以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把它去掉 这个暂时去掉吧 好 我们再 south 我们再试一下drush 应该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 没有drush 这里没有drush 没有安装drush 好 我们就composer 我们再试一下 再安装一下logo 而不是require 而不是install 打错了 但愿吧 我们回到我们 Digio 我们试一下refresh 我们到它的refresh 因为这里在运行 这里在运行 等一下 我们下午 我们把它换成这个 但是我不在这里做这个了 我就在这里面 直接在命令海里面输入这个命令 然后让它export就行 但是我们再来josh-witch josh我们再witch 好现在我们就在josh updatedb 现在就运行成了 可以可以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不在这个global里面写了 它还是版本兼容的问题 不知道为啥 还是个版本兼容的问题 所以我就用export这个命令海里面 我在本地这个窗口里面运行 但是下次你开新的窗口 还得再运行一次这个命令海 我才能用josh 就很不好的 我再想一想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个 又out of memory了 之前是有几个要是 1 2 3个 我们再软一次吧 再软一次可能又好 好 view没了 现在只有三个了 去了两个了 之前我们有1 2 3 4 现在有1 2 3 所以它run了一个 我们再来yes 好 我们再试一次 应该又可以了 哦 还是不行 pp7 grab 那它的是在 在这个里面 我们再来编辑这个文件 它说我的memory不够 哇 之前已经有开过一个窗口 我自有开过一个窗口 就是这个窗口 对 就这个 我们开过 memory 我们说说一下memory 我们修改的窗口 好 我们就要sudo 就要sudo 来改 这不给我打开呢 打开g editor呢 给我改啊 我们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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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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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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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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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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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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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3,3,加,加 按,嗯 按,顯示錯誤啊,就基本的一些錯誤 好,嗯,我们现在再来重启一下Apache啊 也不是重启,就是reload一下它刷新一下PHP的设置 然后我们就再来drush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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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解決這個php7.4的問題 所以我就刪除了所有的php7.4的,嗯 然后尝试的来安装 php 7.3 我有一个命令叫做 php purge 这个很危险的一个命令 它将删除所有的关于 php的模块和它的主程序 另外我还删除了 php 7.4这个目录也删了 这是新建的7.3 然后我现在尝试着安装了 php 7.3 看一下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对我这里安装了7.3 按这个 安装了以后 它有这些模块需要安装 我就在这边安装其它的模块 一大堆的就是 xm soap sqlite ldap json mysql 这些都需要 mbstream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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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出了很多问题,只实在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就只好重新删除 好,现在我们晚上回来了 很好很好,我们晚上回来了 就是说,用那个版本7.4.3 我之前用的是可以的 后来是我安装DRUSH的时候 它update Composer的时候 它就给我自动的 也不对 它叫一个PHP的模块 Marge有叫做CURL 就是叫做片率玩指的一个函数 一个酷 装了以后,它自动帮我生成7.4.7 然后整个我的系统就crash了 它主要的问题就是 我用DRUSH就出现我memory 就是内存不够的内容 实际上我已经设置了4GB 就是4GB的内容内存 它也是不行 所以我就purge 刚才用了一个purge 这个删除所有的PHP 老的版本,新的版本 全部删了 删了以后 我重新装了PHP7.3 7.3以后 现在我的主播8 18可以就工作了 这是主播8个就工作了 再回到我们的主播9 应该可以工作了 它目前起的状况 好,主播9也工作了 我们现在主播8 我们看一下它的status 我们看一下它的status report configuration report status report 这是主播8的 我们在主播9的这里 再看一下report 看一下status report 好,我们现在 我们原代码升值9.0.1 之前是dev 9.dev 现在我升值0.1 但是我数据过 还没有更新的吧 这个 gdlibrary png supported 这个需要做image2k png extension 这些需要 再安装一下 先不管这个 我们最后来 go host 这是什么 这什么都没有 好,out of date 我们就直接 我们再尝试一下drush 我们之前就是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drush里面 就不行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来尝试一下drush 再试一下 好,没有这个命令 但是它应该在vendor下面 我们就点vendor drush vendor bin drush status 它就应该可以了 好,它显示出来了 嗯 这样呢就是不太方便 但是没关系了 以后都用这种方式 在应训它的本地版本 就只对这个drupal 9 在drupal 8里面 只对drupal 8 这样就更好一些 drush version是9.0 好,不管它了啊 我们就drush status 然后我们 drush update database 对吧 updateDB 就是update database 就是这个错误 它叫database update out of order 所以你需要啊 这个 updateDB updateDB 我们试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试一下吧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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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显示 out of memory 又显示我们out of memory 啊 又是那个可写可读的问题啊 css 好,我们就 嗯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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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包括所有的目录和子目录和文件都把它就write 好,我们现在再来一次 再试一次啊 yes yes 好,可以了 嗯 我们刷新一下我们这个网站 嗯,它说我有些library没有抓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library 我们再试试抓一下吧 好,我们再把这些 嗯 这些还没有装到我们装上吧 嗯 嗯 我不知道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的吧 我们就全部把它装上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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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装上 嗯 这个装了 嗯 这个装了 这个装了 enchant 这个enchant 转一下吧 不知道它需不需要 enchant 这个没有转 然后这个没有转 这个也转一下吧 然后这个我也没转 这个转一下吧 嗯 这个转的没 这个转的没 这个转一下吧 嗯 这个转一下吧 好,嗯 这个没有,这个intel 放在那儿了 然后json转了 postgres 这个php 这个转一下td 然后这个没有转 然后这个没有转 这个要删掉啊 书面文件 最后一个zip 这个要转一下啊 嗯 对 对 吗 我就 是的 好 看看它主要是有没有错误 我们浏览一下它的其实信息 它没有错误就行了 好,我们就php-v 我们在php-i 我们看一下它的memory 老是出那个memory的错误 我的memory是unlimited 好,这里设置是对的 好,行 我们这里再drushCR一下 就是clear-cache-rebuild 就叫cache-rebuild 它就重新清理所有的cache 我们再刷清一下看看 还没有那么多错误 gdlibrary,我已经钻了 好,我们看看吧 它说没有钻,我们看一下怎么没有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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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看PHP 刚才是哪一个文件,我们还是GEDIT,我们就GEDIT这样的 就这个文件,我们就找这个PHPGT2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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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緊張 好,已经转了,我们重新启动一下Patch吧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网站 应该就可以了 好,就是重新启动一下Patch,这样就完了 好,这里也是一个重点,有时候出错 我已经钻了,但是他没有给我 最后我们就重启一下Patch Patch跟PHP关联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memory limit 为什么是128呢 128 好奇怪 我用这个Ninux系统的命令叫UpdateDB 它就是建立一个整个的文件索引 整个系统的文件索引 比如我之前安装了很多新的东西 运行这个命令以后我就可以用locatephp.in 这个命令来locate 它有多少个版本 你看它现在有好几个版本 所以它有很多版本 它这里显示128 照是不对的 我需要它是unlimited 现在是不管它了 现在我们安装成了 升级了drash.vendor 并drash version 用的是10.3 10.3 好 我们安装了drash 安装了drash 10.3 去新版本 然后我们升级了duple8和duple9 然后由于出现很多错误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php7.4全部删除 然后重新安装php7.3 这样我们基本上磨垮 我们整个工作就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今天有点繁琐 而且出了很多问题 有时候就是需要耐心 因为你是在测试的系统里面 你就可以尝试做 你觉得应该可以解决的一些问题 就尽量做 在这个过程中 能学到很多东西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话 请大家点赞 请大家留言 然后很重要 请大家订阅 支持我把这个节目做下去 现在困难时期 前段时间我停根了将近一个月 因为个人的工作的问题 也是很郁闷 所以就没有更新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我来说 你不想帮我 你不想帮我 你不想帮我